亚马逊也将裁员 危机浪潮中如何明哲保身 大家好 欢迎观看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ldMarkets助理分析师Neo元 本周开始 另一大科技公司亚马逊也将宣布裁员 据报道称 亚马逊的管理人员已经开始通知员工 他们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公司内部寻找另一个职位 或者接受遣散费并且离职 许多员工通过Linking等软件承认他们受到了这些举措的影响 同时这一消息无疑给予了很多员工巨大的挫败感 一时间公司人心惶惶 亚马逊公司知名度极高 其实在最开始 其野蛮扩张的策略强行霸占市场行业份额 使得亚马逊公司闻名于世 但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如今的亚马逊 本周早些时候有消息称 该公司计划裁员达到1万人 约占其公司人数的3% 这一数字如果属实 那么将意味着这次裁员将是这家电子商务和云计算巨头 在近期30年的历史中最大规模的裁员 新冠疫情期间 消费者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转向了在线端和电子商务 亚马逊和其他科技公司都觉得疫情不会那么快过去 或者说这样线上的生活习惯将会持续很久 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都大幅增加了招聘 现在随着人们生活逐渐走向正常 习惯已经慢慢恢复 并且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 许多这些看似不会受到影响的科技公司 已经开始精力拷问并且已经开始遣散 数千数百名员工 那么在今年的2022年下半年 已经有不少巨头公司开始了裁员 在新冬家埃隆马斯克的领导下 推特首当其中 其解雇了7500名员工中的大约一半 理由是每天损失400万美元的不必要花费 几天后 Meta宣布裁员约11000人 约占其人工人数的13% 该公司上个月报告连续第二个月季度销售和下降 还有许多金融公司也都开始陆续的裁员 例如高盛黑石等等 另一方面看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发生经济衰退的概率在急剧加大 在每一波的裁员潮中 被淘汰的人基本上都有同一些特质 资历较浅 特别是实习生和新入职员工 其价值无法快速体现 很容易被裁退 第二种 公司特别高 但是创造价值有限的人 在一切向好的时期 高薪人员无所担忧 但是面临经济衰退 公司可能会削减预算 而采取部分高薪员工 最后就是裁员成本较低的人 其实这就是综合考虑 价格和公司的花费不成正比 那么注定将被淘汰 新一轮危机过程中 如何才能保证自己 不是那个被淘汰的人呢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 首先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 增强自己的硬实力 就是自身工作岗位上的能力 比如提升业务能力 掌握核心技术 提升对公司的贡献度 在不断创造价值的同时 也需要注重自身发展 比如考取各类的职业证书 学习新的外语 新的技能等等 这个就是所谓的一多不压身 其次就是软实力 需要在公司甚至行业 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话语权 这样就算被踩 也会很快的找到新的岗位 最后公司的人际关系 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如果在公司一直处于透明人的阶段 危机来临时候也是相当的危险 最后就是发展副业 进行一些适当的投资 有着被动收入 在危机来临时刻 就不会显得那么捉襟见肘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